有一个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当中 一半满的米缸当中 这个意外啊 让老鼠情不自禁的 非常开心 他确定米缸里没有危险之后 他就躲在米缸里 吃了睡 睡了吃 他非常的快乐的生活 很快米缸就被老鼠吃完了 米缸里的米啊 全部吃完了 这时候老鼠才发现 他再也跳不出米缸了 一切无能为力了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 其实到处都是危机呀 人就是在享受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灾难 很多人天天在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身体一直很好 当有一天 他发现了自己生癌症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 所以灾难一来 再去求佛 也就是灾食难用药 临时抱佛脚 希望我们人能够懂得要看空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空的 想一想 想一想大家 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 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快乐 有多少伤心 有多少难受的事情 今天还想得起来吗 这就叫过去 所以难舍的要能舍 现在的人什么都舍不得 就是一个邻居阿姨 会烧一个非常好的菜 你去问他 阿姨你怎么烧得这么好 你能教教我吗 这个阿姨说 啊很容易的 不就放点盐 放点醋 炒一炒吗 人的心啊 什么都不舍得 家里有很多储藏的药 人家问他 哎呀我身体不好 你能给我点药吗 好的好的 把快要过期的给他吃 人家说你家里有这么多药 你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呢 我留着我下一次生病还要吃呢 想一想 人就是在空的当中 要学会放下 空实际上就是自在安详的根 一个人不求了就空了 一个人越求越难过 所以学佛人要学会付出 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你不想付出 那你一切的尝试都是白费的 我们今天要想得到佛宝 就要学会欲中离欲 就是我们有欲望 必须要离开这个欲望 我们心中要生出一朵莲花 要爱所有的人 所以在家修行更难 因为有妻子啊 孩子啊 又要上班啊 又要念经啊 动不动还要生气 发脾气 所以要多几倍的功夫 你才会修好心 所以真正要学修行的人 要有毅力 我们今天就想改变自己 不要等到明天 因为明天还没有到 希望大家忘记过去 好好地学佛 真正地把自己的心 和众生的心合在一起 理解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能够懂得慈悲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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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